大家好 我是葉月 我們在紀元橋之下有拿到一個SD鋼彈 然後它是四座型 我看它有說明書 對它沒有說明書 就是現在一把你剛剛給我 對那剛剛看了一下它是說明 那是 AKASUKI小鋼彈 小鋼彈 對那個破小的小 對破小 絕對不是那個小 不是水部的那個 對對對 好那我們就是要把它組起來 然後看一下這個四座品是這樣 然後最後 最後 再 這樣的 感想 不過如果以後有想著 看我們組的SD鋼彈 我們也可以 把這個系列做下去 對啊 對那我們就開始 有 對 我們可以玩的 我們可以玩的 好嗎 我們可以玩的 我們可以玩的 一會兒 我們可以玩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我們現在進入細節時間 那我們剛組了蠻久吧 兩三個小時 對 組了差不多兩三個小時 我們預期應該是一兩個小時就組好了 可是因為沒有說明書啦 對 對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萌萌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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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他整體來說是以 金色黃色跟紅色的配色去做一個搭配 對 那他黑色這個地方是占比較少數 後面這邊也有做一個毛毛 就是那種 有三國不是會帶一個那種什麼關嗎 然後不是會有幾撮毛 對 就是這種 然後後面這個 這邊還有做一個那種類似 人家頭巾 的那個感覺 然後他這邊還有做一個很像翅膀 但是在詮釋一個鬥紅的感覺 就是 武將後面都會有鬥紅 那整體來說我覺得還蠻棒的啦 只是我覺得他色調有點比較單調的感覺 太單調了 嗯 整個都是金色的 就是都黃色系的 嗯 不過如果加一個貼紙應該就不會那麼單調 可能墨線上上去或者是說他看他正式版本有沒有貼紙 有的話應該會比較好看 就正式版本連眼鏡貼紙都沒有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細節時間就到這邊 這是我們的周圓 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 煮完這隻周圓 對 對 那我們剛剛 激勵了 請進化 我收得通 對 煮了差不多兩三個小時 過程中完全沒有看說明書 我們是 不是沒有看說明書啊 是沒有說明書啊 沒有說明書 所以 所以 過程中就都是 業餘一個人 憑著自己以前煮乾淡的 感覺去租錢 靠自己去租錢 對 然後中間也 菜菜莊莊 菜菜莊莊 然後因為有些東西 配件其實根本就是 沒有看得 很清楚說 看裡面有什麼卡碎 紅顏色的東西太多了 對 之後我還有兩隻 嗯 一隻是司馬蜜 然後一隻是 蘇格料 真的不是 我當初他拿給我的時候 我這三版 我想說 第一隻司馬蜜 第一隻司馬蜜 第二隻 終於第三隻司馬蜜 最重要是在 Seed 裡面出現的 對 可是我有點忘記他是 Seed 本傳還是 Seed Dance 我有點忘記了 因為我們沒有看Seed 那 你講那麼大聲 這樣好嗎 我沒有看Seed 我不喜歡看怎麼樣 哈哈 再大聲一點 我討厭Seed 這段你覺得要 哈哈 這段就是要提一提 我 我個人覺得啦 他是 有些東西其實做的還蠻帥的 雖然我不知道我們裝出來還裝出來 後面這邊會有一個 很像翅膀的東西 頭部也做的還不錯 對啊 對啊 整體上 我覺得還蠻棒的 Seed 又有一個新的 Rent 有機會我們還是會 多拍一點 組裝的嗎 組裝的 就之後看看 說明書 正式版本 正式版本我就買看看 這次是 周如 不然等周如出正式版本就再買一隻 你看看他的配色跟身體有沒有變不一樣 好我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影片可以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那也不要忘記去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好 謝謝 掰掰